是冒险者里的奇葩 明明在魔力检测中是最低的F级 可却能轻松一拳打爆测试力量的沙包 面对女骑士拼尽全力的一击 她更是能在闲庭心不见躲开 只因女骑士的速度在她看来宛如蜗牛 甚至她平常跑步都要比这快上不少 然而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 男主前两年还只是个平平无奇的前台大叔 直到30岁才意识到要成为冒险者 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但在这个世界 魔力量如果不在十几岁提前锻炼 那一旦成年魔力量就会彻底固定 任凭如何努力都很难提升实力 而如今男主年龄已经30岁 照理说完全没了成为冒险者的资格 可巧合的是 他带了世界上最强小队的四人为师 于是在经过两年地狱般的各种普及后 他第一时间就来到工会参加冒险者新人考试 殊不知因为没师父太过变态的实力 他对力量的尝试早已不复存在 只是轻轻拍了拍闹事的一级冒险者 不料下秒对方就直接口吐白沫失去意识 见状男主还以为是这人喝多 可等他走后 众人才惊恐地发现 以及身穿的金铁铠甲上出现了一个手掌凹痕 但这一切男主都不知情 他只担心接下来的魔力测试 可检测结果果不其然一举打破了历史最低记录 就在众人纷纷嘲笑时 不料男主前脚刚走水晶球就直接爆裂开来 接着便是力量测试 考生需要用自己最强的攻击手段打在史莱姆沙包上 一般来说能让沙包出现明显晃动就算不错 可这就让男主头大 只因他跟着师父锻炼肉体时 他一天最多也才连续打击沙包两万次 至今也没有完成师父定下一天五万次的及格线 力量测试中有个小黄毛贵族十分自信 年仅11岁便有能释放C级的魔法威力 是传闻中的魔法神童 可让男主没想到的是 小黄毛虽然声势浩大 可放出的魔法却异常的小 但即使这样也瞬间获得了全场人的欢呼 此时男主突然回想起自己的魔法老师 随手释放的同一个魔法 不仅火球体型巨大威力 更是能轰平一座小山 可转念一想男主突然又懂了 莫非是小黄毛故意把魔法压制成这个大小 以防有人受伤 很快轮到男主上场 听到考官对自己实力的质疑 男主顿时紧张的不行 可以想起这两年受过的苦 如果还没有测试就放弃 那才是真正的遗憾 想到这男主开始蓄力使出了吃奶的力 就当男主以为这沙包是瑕疵品时 这场人已经被惊得何不容嘴 男主不知道的是 他平常训练的金沙包拥有沙包中最顶尖的抗击打能力 绿沙包则要低上四个级别 小黄毛本以为能在防御测试把风头抢回来 不曾想迎来的却是更狠的打脸 男主不仅轻松挡下了他挡不下的四级魔法 甚至还游刃有余防住了五级魔法 一场考试反而是考官类的跟狗一样 就这样实战测验结束后 男主又得心应手做起了理论试卷 毕竟他可是当了十几年的工会前台 这些知识早已刻进了他的脑子 很快第一阶段考试完毕 男主自信地向精灵师傅汇报一切 其他科目他应该都能及格 只有魔力方面有些担心 就在精灵出言安慰之际 不料小黄毛突然找上门了 原来对于男主抢自己风头的事让他十分在意 甚至当场哭了起来 而这一哭直接引来了他歧视姐姐安杰的不满 眼看弟弟不断哭诉男主欺负自己 安杰二话不说直接甩出手套向男主发起决斗 此时身为平民的男主还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出于好心便捡起手套准备还给对方 殊不知 就这样两人来到了决斗场 按照规定不管那方获胜都可以向对方提出一个要求 于是安杰直接说出豪言壮语 声称自己要是赢了 男主就要给他当一辈的奴隶 此时男主整个人慌得不行 要知道安杰可是王国二等骑士中的佼佼者 他可没有信心能够战胜 可精灵却只是让他自然发挥就行了 很快决斗正式开启 安杰一来就给男主来了个下满威 以极快的速度从男主身边穿过 看着男主疑惑不解的神情 安杰更是还嚣张表示现在认输还来得及 却殊不知男主疑惑的是 他的速度为何这么慢 明明拥有闪光骑士的称号 可速度连他平常跑步都跟不上 安杰还以为男主这是运气好提前蒙对了方向 于是立马又发起冲刺 看着对方慢得一批的身影 男主突然意识到难道是自己太强了 但这想法来得快去得也快 安杰因摔跤而使用的混乱剑法 瞬间让男主打起了12分精神 刚才那种速度他完全无法预料对方下一步行动 可他不知道的是 安杰表面笑嘻嘻实则已经汗流加倍 为了稳妥起见他直接施展出了自己绝招 能把速度的极限提升三倍 然而哪怕是这样 男主依旧觉得他的速度也不过如此 可由于畏惧安杰刚才的乱剑绝招 男主一时间也不敢贸然出手 但安杰因为接连失手早已紧张地不行 又是一个不小心摔倒 这突如其来的变招顿时让男主感觉不妙 只得赶紧往脚下轰出一拳 等全消去 只见男主方圆机里出现了一个巨大深坑 安杰不由地后怕 如果那一拳打在自己身上 恐怕当场就要去世了 于是在男主表示要全力以赴后 他果断为了小命选择了投降 随即就找了个借口准备开溜 可男主却想到还有一件重要的事 对于男主提出的输家惩罚 这次安杰利卡使用的顺步远超之前 战斗结束后 女仆提醒男主 当初训练她的那几个人马上这样 这让男主大为震惊 相比男主的实力 那几个人才是真正的变态 小黄毛怎么也没有想到 一个废物大叔身边的侍女 居然会如此恐怖 正当她享受设计将男主传送走的喜悦之时 利涅特的怒火已经按捺不住了 而在这之前 男主通过了冒险者一级考试的第一轮 将在明天迎接第二阶段的模拟战测试 他们准备回去的时候 却忽然被一个黄毛给拦住了步伐 对方声称自己是北方高杰之名的领导者拉士达 他看上了利涅特 想要让他做自己的二方 并开始动手动脚 反主见状连忙上前阻止 黄毛自然不信 你一个三十多岁 才来参加冒险者入门考试的人 怎么可能是他的男朋友 像我这种为急冒险者 还配得上这位小姐 而且我可是第二阶段模拟战的考官 黄毛破防了 不仅搭讪没成功 反悲为了一嘴狗娘 于是气急败坏地说道 你给我等着 要是我在第二阶段考试担任你的考官 我会让你好看的 正所谓无巧不成书 男主接连搞破防的三个人 居然是一家子 这个黄毛是那姐弟两个大哥 听了他们的哭诉后 黄毛更气了 不过瞬间 他又想到了个好点子 而男主这边 正在为接下来的模拟战而烦恼 生怕真的遇到那个黄毛 给自己难堪 而迎面走来的大叔 让男主松了口气 对方是负责他考试的考官 并且他非常敬佩男主的行为 三十多岁 还想成为冒险者 这股勇气也重新点燃了 他想成为一级的决心 大叔的起点也很晚 他是24岁的时候参加考试的 然后莫爬滚打了20年 才到达了B级 所以两人一见如故 并非常期待接下来的模拟战 而此时的黄毛 正在暗地里埋伏他 随后就传来了新的听知 负责男主这组的考官 因身体不适而缺席 因此他们将会延续到前一组 刚好就是黄毛负责的那一个小组 不仅男主赶到吃惊 其他学员也面露男色 因为据说黄毛17岁 就已经睡急了 是拥有千法术式称号的天才 并且他还有另一个称号 就是F集中节 他每年都会以玩弄自己盯上的学员为荣 男主听到他们的谈话后更慌了 自己不就是被盯上的那个吗 到底该怎么办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F集冒险者 只会用初线魔法 这一路上根本没有人看好我 还经常被大家说我不配成为冒险者 模拟战肯定会被暴打一顿 而利涅特见男主如此不自信 便开始安慰道 你不应该因为别人的话 而小看了自己 应该把他人的嘲讽 当成变强的动力 从你想要成为冒险者的那一刻起 我就相信你 男主听了利涅特的话后 他恍然大悟 也恢复了自信 忽然一个神秘的小孩表示 要给他们做个占卜 免费的 好奇心的驱使下 男主就让小孩试试看 没想到他刚一坐上去 就被传送走了 原来这是之前的那个小鬼的设下的拳套 这可惹怒了利涅特 在他的逼问下 小黄毛只能如实招来 原来男主被传送到了冒险者 工会外面的一片空地上 随后就被一群人给包围 而且每一个都是B级以上的冒险者 他们想把男主给处理掉 正当男主感觉小命不保时后 联军到了 这几位都是之前训练男主的导师 面对敌方的攻击 大块头毫发无伤 而他一出手 就像捏小鸡一样简单 不过大块头人善了 把人捏坏了 还给他治疗 而精灵小哥 更是直接掏出一百三次 这是他的最新发明 在这时 领头的似乎察觉到了 这群人的身份 但还有不知死活的小弟 以为这个红发小女孩好欺负 直接挟持了他 若林小哥是矮人与精灵的混血 世界最厉害的武器工匠 千年功房米杰特 大块头是能够使用任何辅助魔法的险鬼霍罗斯队 他们每一个都是传说中的S级的冒险者 他们组成的小队是大陆最强的传奇队伍 奥利哈特之拳 领头的忽然化风突变 没想到还能见到如此传奇的人物 我此生无汉 而利涅特这边 他还在捏着小黄毛 好在男主及时回来了 不然小黄毛下场可不只是被随手一丢那么简单啊 而这时受伤的大叔找到了男主 并将自己被拉士达打败的整个过程告诉了他 他不甘心 但也无力反抗 连B级的他都被轻松打败 所以他希望男主能够放弃 但这个时候的男主已经无法阻挡 他绝对不会放过那个不折手段的家伙 黄毛将学员们虐了个辩后 终于轮到男主参加考课了 黄毛处心积虑地把男主搞来他的这一度 就是为了在这场考试中好好教训一下他 所以根本就没想过要手下留情 一上来黄毛就直接释放第三阶魔法言语诉处 这一招威力非常大 一旁观看的前台小姐姐都忍不住为他担心 而在座的师傅们不仅丝毫不慌 甚至还开始讲解了起来 因为他觉得这种小把戏对于男主来说根本算不上攻击 直接影响冒险者强度的四大基础数值分别是 体力 身体操作 魔力量和魔力操作 其中魔力如果不趁着年轻锻炼 之后都无法成长 而男主三十才开始当冒险者 所以他体内的魔力微乎其微 因此他想要变强就必须将体术修炼到极致 然后跟着他跑去隔壁村庄 这个森林里可是充满着凶狠的怪物 跑慢点可能就要被吃了 魔力控制是由米杰特负责 由于男主身体内的魔力很少 所以魔力控制就显得更为重要 特别是防御魔法的操控 身体控制由利涅特负责锻炼 虽然男主已经达到了S级 但他本人似乎丝毫没有察觉到 因为在平时的锻炼中 大块头经常对他说 你这种程度的攻击 连F级的冒险者都能轻松做 这也让男主有了自己只是个F级菜级的错觉 黄毛不愧是天才魔法师 使用出的魔法五花八门 但是却没有一种能够伤到男主分毫 这可把黄毛给逼紧了 他一个远程法师直接想跟男主刚正面 他这一拳对于男主来说比棉花糖还要忍 但也就是这么一招直接让男主搞清了对方的路数 这家伙仗仗着与生俱来的才华 就属于精一求精 他的魔力量确实很庞大 但除此以外都是一塌糊涂 但黄毛还以为男主只是巧合避开了他的攻击吧 并开始将魔法融合在一起 威力比之前的都要大很多 而黄毛根本不信 你一个三十多岁的大叔 凭什么仅仅两年就变得这么强 在这两年的魔鬼训练营幕 想要变强就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拼命训练 在连环爆炸中奔跑 在魔物的狩猎夜中游到窒息为止 从悬崖上跳下去 被爱丽丝用巨石砸中 而黄毛依旧是不幸 就算真的有这么惨烈的修行 那你又是靠什么来当精神支柱的 而男主之所以能够坚持下去 为的就是他的梦想 他想要打倒世界最强魔物 凯撒亚鲁萨皮耶特 而这也是他们奥利哈特之拳的最终目标 当男主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 黄毛更是忍俊不惊 他以为男主只是个无法面对现实的小丑吧 所以才会做这种春秋大梦 他也不想再说废话 是时候做个了结了 他先用第七阶魔法森林之所将男主困住 然后再使用出当今人类的最高阶魔法 这也是他的最强一招 他召唤出一只游术组成的巨大怪物 而面对如此恐怖的对手 男主也丝毫不慌 他将魔法汇集到拳头上 这一招他已经练了一亿词 比眼前这种还要强大的敌人 都不知道打倒过多少 打倒黄毛后 男主顺利通过了一级考试的实战模拟 前台小姐姐和师傅们都对他大家赞赏 而男主经此一战 也感觉自己好像确实变强了不少 他非常感谢大家这两年来对他的栽培 而黄毛一家子 好像也被男主给打扶了 虽然大哥还在嘴硬 之后考试他会再当他的考官 下一次他不会再输了 大二妹已经开始向男主鞠躬 表达自己对他的敬意 男孩怎么也没想到 只因五岁时检测出了万中无一的传说技能 他就成了全村人口中的效果 只因这个技能直到他三十岁时都未曾觉醒 尽管他期间尝试了各种办法 可到头来技能也没一点觉醒的迹象 无奈下他不得不向生活妥协当了一名工会前台 虽然这份工作不仅有着稳定收入 同事们也很好相处 可每当昔日伙伴与他分享冒险趣事 男主终究是十年隐兵男粮热血 他一刻也没有忘记小时的英雄梦 成为强大的冒险者去讨伐传说中的魔物凯撒 然而随着年龄逐渐增大 男主劝自己认清现实的次数也越发增多 想着就这样安安稳稳在这乡下度过一生也未尝不可 但转折点在他三十岁这年终于找上门来 常年和平的城镇不知为何出现了魔物 更糟的是一个女人刚好从其面前露 救人心切的男主果断冲到了女人面前 本以为接下来等待她的会是死亡 可不曾想女人却突然开口叫她躲开 接着在男主震惊的目光中 少女随手一击就将魔物切成了无数碎块 此时的男主还不知她会和这个叫利涅特的名字 能遇到这种传说人物让男主有些不知所措 但他还是鼓足勇气问了一句 我如果三十岁开始当冒险者 你觉得可行吗 文言利涅特给了最真挚的评价 刚才你的挺身而出让我认为你具备冒险者最重要的勇气 可是你既然是工会的前台 那就应该明白魔力量除非从小锻炼 不然长大后根本无法成长 而要想当冒险者起码要有着最低限度的魔力 在利涅特看来 男主现在转职当冒险者成功的几率为零 听到这男主难过的同时也不禁释然了 既然超一流的冒险者都这么说 那他看来也可以放弃这个不切实际的梦想了 情绪激动下 男主不经意说出了有机会一起吃饭的邀约 刚想用开玩笑不能过去 不曾想利涅特进一口答应 如果有空的话明晚就可以 就这样抱着与美少女约会的喜悦心情 男主愉快地度过了一天 可等他下班前往约会地点时 万万没想到途中又出现了魔物 担心下男主急忙来到了城镇外围 结果刚好看到利涅特解决了一大堆魔物 想着自己会拖后腿 男主赶紧躲到了一边 而利涅特也首次在男主面前展示 何维莱斯级冒险者的萌布石 男主这下是彻底看傻的 他从未见过如此强大的冒险者 然而还不等他过多感慨 不料利涅特突然望向远方 小时的悲伤过往瞬间涌上心头 下秒瞬间全身无力跪倒在地 眼看魔物已经冲到了身前 好在城镇的其他冒险者及时赶到 每个人都有着B级冒险者的实力 在他们的联手下 靠近的魔物很快就被消灭干净 看着大火战斗的英姿男主本该沉寂的心 再次剧烈跳动起来 可就当男主以为危机解除时 利涅特突然让大家赶紧逃命 只因他明白接下来的巨龙远 不是B级冒险者能应付的 而他因为小时的遭遇 先前魔物暴乱的原因也终于得知 冒险者中有个必须遵守的铁则 面对巨龙没有一级实力就只有一个选择 能有多快跑多快 巨龙只是一个怒吼在场人都被震得站不住脚 不敢担购众人立马逃命 然而巨龙却是抢先给周围布置了结界 这种级别的结界他们根本无法破开 男主自知横竖都是死 索性硬着头皮走到了巨龙面前 既然无法完成梦想 那他最后至少也要像个冒险者一样死去 殊不知就是这一过程 竟让他体内隐藏30年的技能开始蠢蠢欲动起来 他捡起一块石头展开了属于自己的反击 剑撞其余冒险者也是拨出去 进行着最后的挣扎 可巨龙仅仅一个吐息就瞬间让大局一定 王者之姿竟显无疑 男主强撑着身体艰难站起 可等待他的只是快如闪电的龙者 就像被荡成虫子一样随意地拍死 可谁也没想到一变就在这时发生过 第三十年的技能终于在命悬一线是觉醒 此刻男主的气势完全换了个人 体内喷涌而出的魔力是所有人平生所见最高 男主这一击的威力仿佛要击碎整个苍穹 而巨龙自然是扛不住倒下 在场人完全是看傻 望着打出这一拳的手男主依旧不敢置信 随即失去意识昏了过去 等他再次醒来已经是一周后 随便一动全身都会传来剧痛 并且利涅特还告诉他 他的经脉已经全顿说白了跟个费人一样 但利涅特却在这时邀请男主加入自己的S系队 一起去讨伐传说中的海撒 男人怎么也没想到 罗莉师傅的打招呼方式竟会如此离谱 随手一指就是第六剑魔法 如果不是男主及时出手挡开 他恐怕就要当场去世 原来因为男主最近都没陪小罗莉玩 这才让他闲得无聊 只好在家里玩魔法 无奈之下男主只得让基友自己先逛一逛 然而这一逛不要紫 基友发现男主家不仅大的夸张 男主的各个师傅更是一个比一个逆天 比如米杰特正在研究最新发明的火箭筒 意识到这是男主的朋友后 米杰特当即邀请基友开了一炮体验下威力 望着炮弹落地处的大坑 基友只觉得汗流加倍 他明白这种玩意一旦量产 绝对足以颠覆整个世界 参观完室外 基友又在书房碰见了男主的兽人师傅 得知男主变强的大部分功劳 都是兽人在旁叫导后 基友提出也想要被指点一二 兽人一开始还打算拒绝 可当看到基友无比坚定的眼神 兽人便决定带他稍微去森林锻炼一下 另一边男主在了解事情经过后 瞬间为基友的小命担忧起 只因兽人师傅口中的稍微锻炼是真的会死人的 果不其然基友直接被绑着大铁球从高处急速下坠 就在他以为这辈子算是玩了时 好在下方有着魔物肉电缓冲 短暂猛逼后 基友发现原来是利涅特刚好在森林打猎 可不等基友庆幸刚捡回一命 兽人师傅就突然出现 一把拖走他继续开始丧心病狂的训练 此时的基友彻底后悔向兽人讨教 同时他也明白为什么男主要叫他穿上最好的装备来做客 只因不这样做随时都有死的风险 时间一晃就到了下午 看着丢了半条命的基友 男主也忍不住说了几句为基友打抱不平 虽然兽人有着复活能力 但正常人谁会想在训练中反复去世 接着男主和基友喝起小茶谈论起了男人间的事 只是一眼基友就明白男主喜欢利涅特 了解男主竟然因为年龄差距不敢展开追求 基友立马说起了自己的爱情经历 要知道他的妻子足足比他小20岁 可最终还是被他用真心追到了手 而男主和利涅特才不过相差十几岁 听完基友所说 男主瞬间犹如醍醐灌顶 于是在基友的建议下 男主立马跑去后厨帮忙了 只不过利涅特每项家务技能都无比完美 男主压根没有展现自己的地方 而趁着这个捆倒 基友也是了解到男主原来有个固定技能 只要发动就能获得超越S级的力量 但是发动条件众人现在也没搞清楚 不过就算没这个技能也不要紧 只因男主现在光凭肉身力量就有了S级的实力 众人久不犯跑后 寿人则是向身为工会内部成员的基友 打听起了六宝珠的消息 原来只要聚其六宝珠 就能打开一空间大门见到传说的魔物凯撒 而打败凯撒就是男主等人一直以来的梦想 就这样两天绊过去 在基友的情报下 男主得知了活宝珠的所在地 为了以防消息泄论 他们还接下了附近区域的一个高级委托 然而由于这个任务起码需要队伍有四个人 会长指得赶紧雇有一个新任妹子临时加入 此时的妹子还没意识到问题严重性 他只觉得这个队伍太奇葩了 会说话的兽人和一个小孩以及一个平凡大叔 想着自己或许能大展身手 他也是没有多想就跟了过来 可随着林木弟弟越来越近 他们直接撞见了一头B级的飞龙 妹子差点没被吓傻 生怕闹出动静让飞龙叫来同伴 可让他奇怪的是另外三人简直不要太过冷静 为了确保妹子不被接下来的战斗波及 男主也是及时带着他来到了一片空底 殊不知踩走两分半 一头飞龙就被吓傻甩到了两人身边 而此时妹子终于明白那个兽人和小萝莉的实力有多 就在妹子感慨时 不料一只一级的红龙来到了跟前 照理说起码要好几个的急冒险者围攻才能战胜 可男主却丝毫没有逃的意思 只因他想简验一件事 见状妹子索性也不好 想着在后方多少给打点输出 殊不知 这一天妹子的三观不断震碎在重建 属实是睁眼看了一次世界 此事过后 众人也是顺利从龙巢里拿到了活宝珠 并且这也意味着其他宝珠也有了线索 只要往里注入魔力 那就能得知距离最近宝珠的位置 而下课宝珠就在一座以格斗闻名的大都市 那里还有着和男主不打不相识的女骑士 男人怎么也没有想到 明明已经使用了能够增幅几十倍冲击力的冲击石 结果一拳打下去 对手就跟没事人一样 反而他的手扭曲断裂不忍之事 可这就很奇怪 因为男人使用冲击石连巨石都能打碎 很难想象眼前男人的身体素质有多么毫无人形 男主之所以会出现在格斗场内 只因他们在寻找名为六宝珠的六坑模式 其中之一就在这个热爱格斗的国家里 据说每年都会举办拳王锦标赛 吸引世界各地的爱好者前来参加 拳王不仅是国家的象征 更是人民心中的骄傲 男主等人出来乍到就想找个人打探情报 结果看到一个光头在调戏瘦尔娘 男主上前好心劝解无果后 兽人老爷直接叫他重新做人 随后男主拿出六宝珠给二人看 问他们有没有见过类似的模式 不料两人都说好像见过 而且还不止一次 就在这时街道突然热闹起来 原来是公告拳王锦标赛即将举行的游行 所谓拳王锦标赛就是决定全都是冠军的竞技大赛 本次游行的正是拳王锦标赛获胜五次 目前三连霸的冠军凯尔文 下一秒光头和瘦尔娘同时惊呼 因为他们想起了在哪里见过刚才的宝石 不正是拳王冠军腰上榜的腰带吗 只见腰带上赫然有一个宝石 布罗斯顿一眼认出 这就是他们苦苦寻找的六宝珠 本凯尔文回到训练场 男主等人也随即赶到 只是看一眼就令他震惊 因为面前几人都透露出不凡的气息 布罗斯顿直接了当说出来此的目的 并愿意用其他同样珍贵的宝石替换 然而凯尔文并不认可 因为这条腰带对这个国家来说意义非凡 已经成为国民心中的骄傲 哪怕只是拿走上面的宝石 他也绝不会轻易交出 想要得到的方法只有一个 便是参加拳王锦标赛赢得冠军 布罗斯顿想了想觉得不无道理 看样子是他太过失礼了 然而等几人离开后 馆长还想找人教训男主他们一顿 却被凯尔文连忙制止 因为他早已从几人身上感受到强者的气息 想要参加拳王锦标赛 必须通过东西两部的预赛 布罗斯顿让男主留下 他则是去参加东部的预赛 为此他还特意找了一个向导 除此之外还要参加测验取得成为拳斗士的资格 简单来说就是以实战形式的模拟战 输赢不重要只需达到一定的基准 然而男主怎么也没有想到 他的对手居然是个老书人 杰利卡见到男主的第一眼整个人都不好 曾经与男主战斗的荧幕至今难忘 虽然没有赢过男主的信心 但他还是想要测试一下最近以来的修炼成目 然而男主根本不给他正面交手的机会 对此男主早已领悟出一个新技能 在敌人想要爬起来继续战斗的时候 给予对方一招扫旁腿 这招的好处在于不会造成太多疼痛 让对手不能爬起来从而失去斗志 然而安杰利卡不是一般人 在无数次摆给后他仍然想要战斗 对于这种情况男主索性就认真起来 结果听到男主要认真安杰利卡当即就锁了 事后安杰利卡又跑去找到男主 为了安慰少女破碎的新男主决定请他吃饭 没想到饭店还是兽儿娘父母开的 兽儿娘很疑惑布罗斯顿去了哪里 得知已经离开了他显然有点不开森 这时安杰利卡说男主想要参加今年的大赛 有点影响天开 因为全都是只有在半年的预赛期间 取得40胜的人才可以参加联赛 何况现在预赛还只剩下一个礼拜 正常人一个月时场都有些吃不消 更别说一周40场 然而男主认为一天比赛时场还算轻松 所以他申请了4天40场 第二天男主就去参加比赛 他的第一个对手是个爱出老天的人 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男人拿出事先藏好的冲击石 结果赔了夫人又折兵 这个男主怎么也没有想到 他那一向高冷的美女师傅居然当众扮起了兔女 而在这之前 男主准备前往参加下一场比赛 这时候安杰丽卡就不得不泼龙水 你想要短时间内获得40场胜利根本不可 因为每个会场每天只能比一次 预赛会场在全国多达数十处 远一点的距离甚至超过了100公里 就算你实力足够强大 但最大的问题是你没那么多时间赶往多个地面 而男主根本不以为人 他已经开始跑起来了 望着男主那瞬间远去的身影 安杰丽卡已经无语了 这速度已经无法用常理来解释了吧 一瞬间男主就解决了战斗 但有点失败的是他手下留情的招式这次没有用好 对方仿佛受到了不小的伤害 而安杰丽卡还在晕车状态中 基本上啥也没看到 当他恢复状态之时 男主又赶往了下一个地面 利涅特又是熟悉的公主抱带他飞 就这样几天下来 男主真就轻松地赢下了40场比赛 安杰丽卡也是被利涅特抱着到处飞了40年 无论是心理还是身体都有点力竭了 但也慢慢开始接受他们这怪胎一般的实力 接下来就是区域连赛了 幸好自己和男主不在一个区域 利涅特表示另一个半区布罗斯顿也会参加 他可是指导男主的S级冒险者 你要加油哦 听到又是S级冒险者 安杰丽卡的心已经凉了 自己肯定不可能胜出了 但就算如此他也要将那个男人的阴谋粉碎 听到这 利涅特忽然感到疑惑 以所指的那个男人是谁 自己一不小心说漏嘴了 安杰丽卡连忙转移话词 话说你成天和那个大叔栽在一起很不容易吧 经常会被别人说闲话吧 被当成情侣什么的 男主出来跑步锻炼的时候 忽然被一个自称是西部联赛委员会会长的龙人给拦住 原来男主最近速通各大竞技场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他就是其中一员 而聊天的过程中他忽然提到了安杰丽卡 并希望男主帮他带句话 让安杰丽卡不要玩过头了 之后猫女听说龙人商会的人找过男主 立马过来让他多加小心 因为那个人虽然看起来像是个绅士 但有不少传言他和黑道有关联 而且他们商会今年成为了联赛的最大赞助商 不少人都感觉很奇怪 再加上他们自己有全手参赛 很担心会有什么猫女 这么说确实要留个心眼了 忽然一旁的客人的话题引起了男主的注意 他们说道 最近的兔女郎好像都很高级 尤其是新来的那个暗精灵小姐简直极品 原来他们两个在聊天的时候被店长的苦苦哀求给打动 暂时成为了他们店的服务员 因此穿上了兔女郎的装扮 巧的是他们一来就碰到了调戏服务员的变态 第二天 男主将昨天那个龙人的话带给了安杰丽卡 当他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忽然整个人都变得冷漠了起来 比赛开始后 他无论面对什么对手 都不于余力地发起进攻 想要急忙击败对手 虽然赢了但却耗费了巨大的体力 一旁观看的男主总感觉他有点不对劲 当他遇到强劲对手的时候 他依旧耗费全身力量去拼 但这一次他的招数被轻松视过 随后就被对手一拳击飞 倒地昏迷不醒 因此输掉了这场比赛 赛后 男主找到了他 询问他到底是怎么了 对手很明显是那种防御力极高的选手 你只要慢慢消耗就能赢 为什么要耗尽体力去硬拼呢 你有什么难言之隐可以告诉我的 一开始安杰丽卡是不想将对方卷进来的 但男主一路跟随软魔硬炮还是打动了他 你之前说的那个男人史内谱是我的未吩咐 他介入了我们家族的问题之中 大概在一年前 安杰丽卡的双心叙事了 我们变成了兄弟姐妹一起治理者的家族 但也因为经验不足 整个家族陷入了财政危机 这时 我那以守财奴著称的祖父插手了进来 擅自和史内普家族进行交易 对方的目标应该是和贵族建立人脉 所以才会提供大量的金钱援助 相应的他要求我和他订下了婚约 虽然之后我们的财政得到了缓解 慢慢营业了起来 但也来不及取消婚约 忽然一旁酒店的骚乱引起了二人的注意 有点犯触 因为那个胖子正是打倒自己的家伙 没想到居然在龙人手下撑不过一招 但他还是硬着头皮上前制止 好在史内颇感到 救下了龙人 他假惺惺地给在场的人道歉 并再次告诫安杰丽卡不要玩得太过头 男主非常疑惑 你的婚约到底和史内谱成为这次比赛的赞助商有什么联系 安杰丽卡解释道 因为之前订婚谈好的聘金是一笔庞大的金额 我也查过了龙人商会的资产 金额远远没有那么多 所以他们一定是想要在大赛中赚取资金 但安杰丽卡也知道 无论是之前的那个胖子 还是那个龙人自己完全不是对手 想要阻止他们的计划也是痴人说梦 既然如此男主也有了对策 双马尾怎么也想不到 只因为说了一句想要打败嚣张的龙人 男主就主动要给他进行地狱特训 先给他手脚套上120公斤的最轻负重 用绳子将彼此的腰部连接在一起 提醒到千万不能解除强化魔法 不然会挂掉的 而他还没了解情况就被直接带废 此刻他跨出的每一步都不是自愿的 但若不这么做肯定会摔得狗吃屎 而男主解释 这能让人有效地记住这急速的感觉 两年前男主就是被白毛这样颠视的 不到六个小时绝不停下 无论双马尾怎么呐喊他都不会心软 转眼间第一阶段特训结束 双马尾像是被玩坏了一样躺平 见状男主赞叹真不愧是二的骑士 想当初自己第一天就挂了三次 还有下午跟晚上都要练 不到半夜十二点都不能放他睡觉 于是双马尾感受到了真正的绝望 就这样持续了长达五天的酷刑 现在他每时每刻都想着逃跑 只可吸不出两分半钟就被抓到 在男主看来有这种想法很正常 两年内他尝试过几十次 然而等到的下场只有重开 被抓回去锻炼到死 在光头的疼爱之下经历了好几万次复活 当要放弃之时对方给出一道选择题 是想要承受现在的痛苦 还是放弃后的后悔 而男主对此选择了前者 也多亏当初的坚持他如今才有这般实力 文言双马尾受到激励 他不想再当任人摆布的贵族子女 更不愿接受成为联姻工具的使命 被经历长时间的飞人折磨 这让情绪原本稳定的他从骑士变成了狂战士 隔天加上东部赛区的七位选手 冠军还有赞助商预备选手总共16人 通过抽签的方式随机匹配对手 而眼看光头抽中的是右边队列 男主这才松了口气 否则现在碰上肯定直接投降 至于冠军抽到16号 也就说对方会在男主之前跟光头PK 最后是龙人基斯抽到7号 若他和双马尾各自第一场比赛都打赢的话 第二轮就会遇到 而这刚好是双马尾想要的 他认为斯内普的计划是 让基斯前两局表现得足够强大 当赔率变高之时 再让其故意输掉赚的大笔分红 总之他是不会让对方得逞的 随着比赛正式开始 基斯一直是百无聊赖目中无人的态度 对手健壮很是不爽 可上去一套组合全连刮杀都不如 但好在基斯的速度并不快 就当他以为能靠敏捷优势将其耗死的时候 经过这一战 双马尾再次认识到对方的强大 只是虽然体质方面优秀 可动作却莫名的像个新手 完全没有技巧可言 这就非常奇怪 之后他们三人都毫无压力的通过第一轮比赛 然而轮到凯文时男主他们也感觉不对劲 一开始他能精准预判对手接下来的动作 而光头解释犬人族嗅觉灵敏 可把一切转化成气味 甚至能推演出未来 办理说想打中凯文非常难 但下一刻他就被一拳打趴在地 显然是故意被击中的 当以为他要打假赛时 凯文反手一拳让对手躺平 就连同一个俱乐部的队友都表示 凯文的状态未免太起伏不定了 一眨眼到了第二天 斯内普来到男主等人旁边坐下 说到为何不去贵宾席 只因这是弟弟和未婚妻的比赛 所以想近距离观看 与此同时两人在后台碰面 在对话中了解到 基斯从来没有锻炼过 每天吃喝玩乐都比他们这些货色要强 总之他不仅是天才 更是有着优秀的血脉 按照和斯内普约定过的 接下来对决他不会打双马尾脸和肚子 而眼看被如此瞧不起的他火猫三掌 到了赛场上 在比赛开始的瞬间他率先出脚 结果不出意外根本无法撼动 即便是最脆弱的侧负也不起作用 他连续使用位移技能拉开距离 而既然平常的招式不起效果 那就用这期间学到的新技能 在魔力强化解除的瞬间 斯内普和吉斯一脸懵逼 这跟放弃抵抗有什么区别